按照常理讲 民进党当局最应该对日本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做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 但是它并没有这么做 我们知道台湾和日本相隔非常近 日本向海水中倾倒含有核物质的这种废水 实际上会对台湾地区的环境安全造成极大的破坏 第二个层面 我们知道台湾的渔业非常发达 台湾的渔民经常到全世界捕鱼 尤其到日本周边海域 捕鱼的也挺多 现在日本的海水被核污染掉之后 台湾渔民打回这些鱼 在台湾市场销售的话 很有可能对台湾民众的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 第三个层面 大家比较清楚 民进党长期以来神主派就是反核 包括台湾岛内冲启核电站 民进党局也是极力的反对 现在在日本倾倒核飞水这样一个动作 它更应该表达反对才是 可是正如刚才您提到的 它是轻描淡写 没有对日本的这种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 为什么这样呢 我想原因不外乎说台湾方面有求于日本 甚至把日本作为一个好朋友 打引号的好朋友 既然是好朋友就可以谅解 甚至可以为日本来辩解 这是民进党当局的原因 我们长期讲的民进党当局是媚日的一个当局 既然是一个媚日的当局 他们就要希望在这种日本犯错的情况下 给予日本一点原谅甚至谅解 来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 为了他当前一种现实的考虑都验证了 在台湾的党内的民进党当局不是爱台湾的 不把台湾的党内民众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 而是说为了他一党一个当局的私利而出卖台湾 这才是害台真正的表现 在台湾的民进党当局的民党当局的民党当局